好 风雨在南台湾地区已经发威了 目前包括了高雄县的八八灾区 六龟乡 桃园跟甲仙乡还有纳玛夏乡 雨量都达到了土石流的红色几届 有16个村已经进行了紧急撤离 而溪水暴涨也冲回了多条的便道跟便桥 像是六龟隧道摊坊 山区交通都中断 这也是八八灾后通往六龟乡唯一的溪底便道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老龙溪的溪水 已经暴涨了淹过路面 所以现在便道已经完全无法通行 一到六龟乡溪底便道就被暴涨了老龙溪水淹没 要往前行 只剩一旁的六龟隧道可以走 不过上午雨量实在太大 造成第一段隧道也部分摊坊封闭 绕行其他道路进到六龟乡内 道路更是柔长顺段 沿路许多道路都成了溪流 大量土石跟着冲下 让道路崎岖难行 八八风灾时曾经被土石流夺走 三十多条人命的新开部落 土石流区也再度摊坊 仿佛回到去年的景象 道路后方也还有二十多名住户受困 时间才过中午山区累积雨量 就已经逼近了三百毫米 包括六龟 桃园 甲仙 纳马夏等四个乡 共十六个村都通知民众要紧急撤离避险 五点多我们就准备把家人啊 全部村庄全部都撤离到上面 在民主平台啊 不过山区许多便桥不是被冲毁就是封闭 六个乡民还得借来怪手努力清除淤积 保住这条唯一连外的便桥 今天有拜啊 越来越严重啊 你看整个那个韩管队被堵住了啊 啊不然已经现在没有抢救了 我等一下如果有通行 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啊 但是傍晚过后 南部风雨又更强 山区民众只希望度过这一晚以后 他们的家不会又成为孤岛 记者王杰村 蔡明孝高雄报导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